复理箱待会定期会 代表关切执询观光产业的推广 箱代表何贵箱则针对包括传统市场改善 箱工所前广场整治 以及老人会馆草坪建制等工程 几乎是做了又猜猜了又重做 重复的施工提出执询 而箱工所则是表示 除了是验收不过要求厂商修正 也严格要求施工的品质 不论是传统市场改建 还是箱工所前广场 或者老人馆草坪建制等工程 箱代表何贵箱咨询指出 几乎是做了猜猜了又重做反复施工 认为箱工所建设工程兼独不周 都是二次在整修 我是希望在设计的方面 我们箱工所的要求会详细一点 包商我们也要讲清楚一点 这样来来回回对水都不好 面对箱代表直循所指的二度施工 箱工所建设客长陈培仁 主义说明并且强调 对地方各项建设都严格要求施工品质 让工部门的建设美意才能真正让乡亲民众有感 在办理验收过程 我们的同仁要求他品质还是要达到 例如他的那个草地的平整度 我看你这样赶人喔 拜他礼拜就做到他名头喔 这没有办法 就是说因为我对一些东西的品质会有一些要求 可是我是觉得他在我们箱所附近而已 你们可以就近监督啊 我每次路过都会提醒他 我说你这个可能要注意 我说你这样做可能不是没有那么恰到 我其实路过的时候都会提醒他 善意的提醒 此外传统市场摊位租金调整 设服边缘弱势户的协助等等 乡代表和贵乡也相当重视提出质询 记者石玉兰副理采访报道